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隆隆骗过了众多警察 逃往到邻国的自由地 生活将近一年半的时间才重新落网 他是谁又是怎样越狱的呢 我们把时间倒回到1958年 这一年理查德出生在美国俄克拉荷马州一个小镇里 他的家庭条件很优渥 父亲对理查德的管教非常严厉 因此他从小就被送去接受军事化教育 长大之后更是加入到美国空军 后来还晋升到了军事 退役之后他还曾经做过一段时间的卧底基督警察志愿者 这样听起来是一个歌正描红非常优秀的人才 但是却偏偏选择知法犯法 不知道是不是因为从小父亲对他的管束太严厉 让理查德心生叛逆 他有着强烈的偷窃品 不管大小值不值钱的东西 他都管不住手想去偷一把 但是实际上我们都知道他并不缺钱 因此偷来这些东西他也不拿去变卖 而是全部放在家里 就好像陈列那些战利品一样 供自己欣赏以获得心理的满足 后来家里开始堆不下了 他就去外面还租了一个储物柜 专门囤放偷来的各种东西 时间到了1987年11月一个晚上 理查德试图潜入一个古物仓 偷走保险柜 结果在盗窃过程中 正巧被古仓的保安和卡车司机碰见 他当即掏出了枪射杀了这两人 卡车司机是当场毙命 而仓库保安身中四代 但是万幸被救火 此时从偷窃变成杀人犯的理查德 丝毫没有表现出任何的惊慌 他淡定自若的把现场给清理干净 还把保险柜里的东西跟弹壳通通带走 放进了自己的储柜里 直到三个月之后 理查德因为忘记给储柜续租了 储柜老板也一直联系不上他 便强行打开了储柜 把理查德东西给搬走 但是这不开不知道 一开吓一跳 老板惊绝 这里面放的可都是脏物 甚至还有带血的子弹壳 就这样 理查德很快被警方抓捕 押送到了迈诺特市警察局 在这个警局 理查德实现了人生的第一次逃跑计划 当时理查德被手扣扣在了审讯室的椅子上 房间内还有三名警察对他进行看守 但是他依然趁警察不注意的时候 偷偷从上衣口袋里掏出了一个润唇膏 并且把唇膏充当润滑剂 尽数全涂在手腕上 就这样 他的双手成功地从手铐中滑了出来 那本来就有过参军背景的理查德 自然是身手敏捷功夫了得 挣脱手扣的他 三两下就撂倒了身边的三名警卫 由此逃出了警局 警方发现也立刻展开了围追堵截 仅仅几个小时之后 理查德就被警方给逼得爬上了一栋三层的楼顶 走透无路的他是孤注一掷 纵身一跃 跳到旁边的一棵大树上 电影里总是这么演 但是现实呢 主人公往往没有那么幸运 理查德可能是低估了自己的体重 他虽然跳过去之后成功地抱住了树枝 但是下一秒树枝就被压断了 他是重重地摔在了地上 背部受伤是动弹不得 康复出院之后 他随即被警方关押进了沃德县麦诺特监狱里 到了1988年2月 理查德设法弄到了一把手电筒和一柄锤子 试图撬开牢房里的两划砖头 他这个凿墙计划 也很快被预警发现了 于是他被转移到另外一个看守更加严格的牢房 与此同时呢 他也被正式因为谋杀罪判处了无期徒刑 随后被转移到了北达科他州州立监狱 终身监禁 到了新监狱之后 他不慌不忙仔细地观察和部署 理查德把这次要进行的逃跑通道 锁定在了监狱里的通风口 可就在他做好一切准备准备逃走的时候 却和被他关在一起的另外一名囚犯给举报了 虽然这次失败了 但是理查德根本就不会轻言放弃 经过一年的再次周密计划 到了1992年10月 他再一次破坏了通风管道 通过钻通风孔的方式 伙同另外两个囚犯一起成功出逃 尽管他在两个一起逃出去的狱友 很快就被警方发现并抓获 但是狡猾的理查德通过染发混装等多重伪装 是顺利逃脱 然后仍旧通过盗窃维持逃亡路上的生计 这也为他带来了整整十个月的自由 转眼到了1993年 他在内布拉斯加州一个经销商家中正在偷车的时候 被当场抓获 有了两次的逃跑前刻 理查德被认定是问题罪犯 警方也学乖了 把他转押到了明尼苏达州项树园高地监狱 这个是该州唯一拥有最高 也就是五星级别安全设备的监狱 理查德很明显意识到了 这个监狱逃跑难度是极其高 他随即就在监狱里组织了多次 囚犯的罢工行动 同时以希望离家能近一点围游 提出转狱的要求 到2005年12月 理查德的申请终于通过 他被转押到了位于路易斯安那州波洛克监狱 而这个监狱也不如他想的那样戒备放松 反而这个监狱 是号称是美国戒备最森严的监狱 里头关押的全是重刑犯 而此前也从来没有囚犯从这个监狱成功越狱的心理 但是理查德做到了 而就是在这个重重守卫的监狱里 理查德展开了自己人生第三次 也是最让人嘖嘖称奇的一次越狱行动 相信看过美剧的大家都会知道 美国监狱里会有各种各样的劳动改造项目 理查德就被分配到了缝补破旧油带的工作 而在工作当中他就开始观察 他了解到这些修补好的油带 在洗净晾干之后都会集中打包 送去位于监狱围墙之外的一个仓库里 理查德心想 这必然就是给我的那个绝佳逃跑的机会了 时间到了2006年4月 距离他上一次成功越狱 已经过去整整13年时间了 这天早上他像往常一样 开始了自己缝补的工作 趁着别人不留意 他把自己给缝进了一个油带里 做成了一个大包裹的样式 而为了避免在运输打包当中 自己被挤压 他还提前准备好了一些废旧的钢管 在包裹里支撑起一个容身空间 他还准备了一个塑料桶套在自己的头上 方便自己活动和呼吸 同时还制作好了一根吸管 直接插出油带外面 用于呼吸避免缺氧 还携带了衣服 食物 刀片和急救包放在油包里 并且把这些物品绑到身上 他甚至还在自己身上涂上了一层华石粉 以便能够更顺利的藏进包裹里 最后他告知了几个一起干活的御友 说自己有点事先离开一下 随后便通过自己打包的方式 在油带一侧预留的小洞里 钻进了包裹里 按照理查德之前预判的早上9点45分 负责运输的拖车会来到这里 他伴随着其余的包裹会一同顺利的装上卡车 运出监狱 而到了仓库之后 理查德利用11点工人出去吃午饭的时间 用刀片划开了油带 离开了空无一人的仓库 开启了自己第三次越狱之旅 直到两个小时之后 工人午休返回到仓库 看到满地杂物的时候才意识到 他们立刻拉响警报 召集了所有的囚犯 同时才发现了理查德失踪了 并且展开追捕行动 那我们再说到理查德这边 此时他已经换上了准备好的运动服 沿着铁道伪装成一名正在慢跑的工人 但是很快呀 他就被通知要抓捕逃犯的警察卡尔伯德龙发现 并且拦下进行询问 而这一幕也被警车上的车载监控给全程记录下来 当警察询问理查德名字的时候 他首先回答说自己叫罗伯特琼斯 而警察想要查看他居住地址和身份证的时候 他解释说自己目前就住在附近一个旅馆里 他和他的好兄弟是过来修理早前遭到卡特里特飓风破坏的屋顶的 而当警察提到理查德长得很像他们正在追捕的一名逃犯的时候 理查德是非常真诚地感叹道 警察先生我跟你保证 我肯定不是那个该死的犯人 而当警察再次询问他姓名的时候 理查德回答的却是吉米琼斯 这显然是最大的一个致命漏洞 当时的警方却没有意识到 因为当时监狱方提供的通缉令上是六个月前更新的 理查德当时有一个伤疤 但是此时运气已经完全好了 而他还戴上了眼镜 乍一看 虽然和通缉令有点像 但是又确实很多地方不一样 而最最重要的是理查德跟警官交谈时表现得极其的放松和淡定 甚至两人分别的时候还微笑着握手道别 因此博德龙警察在经过长达十分钟交谈之后 选择非常相信理查德 并且把对方给放走了 在越狱过程当中 理查德参军和卧底精力带给他的反侦察能力是悉数展现 在越狱之前他就曾经和育友聊过 如果自己成功离开一定会去墨西哥 而侥幸逃脱的他却掉头是一路直奔加拿大 这也成功骗过了加强人手搜捕美国境内和墨西哥边境的警方 转眼到了2006年4月3号 作为1991年以来第一个从联邦监狱成功出逃的犯人 理查德被美国政府列入了15大通缉犯名单 并且开出了25000美元的悬赏金额 而他的越狱事迹也被放进了美国通缉令这个著名节目里 理查德也是通过定时收看这个节目 去了解警方的最新动态和目击证人的线索 从而得以多次顺利地从警方的眼皮子底下成功逃脱 这期间理查德还通过偷车和制造假身份证 不断地穿梭在美国和加拿大 到2007年10月刚入职六州的新人警察斯蒂芬·加农 在加拿大的一个乡间小路上 发现了一辆贴着黑膜的可疑车辆 他怀疑这是一辆被倒车 于是立即对车主展开了追捕 而车主跳车逃跑了几英里 由于体力不支 最终被当时年轻热血的斯蒂芬警察给按倒在地上 是的 跟您想的一样 这个人就是逃亡中的理查德 随后理查德在重重戒备之下 被押送回了位于美国克罗拉多州 佛罗伦萨附近的ADX监狱 这个无敌监狱有着洛基山脉恶魔岛之称 关押的全是美国最最危险的刑犯 而从那一刻到现在 理查德再也没能越狱成功 好了 这一期稀奇给大家讲述完了 感谢收看 我是大超 我们下期再见